今天跟各位同学们分享在2024年1月9号桌面版的Illustrator 又更新了哪些功能呢 看之前呢记得先订阅我的频道还有追踪我的IG哦 先读各位同学们2024新年快乐 那这版本先说一下是28.1版本 这功能对于会使用一些包装设计 以及呢你需要标示一些尺寸的话 这功能我个人觉得很方便哦 在这里这个翻例可以看到 使用尺寸工具显示物件的尺寸 在设计中呢可以轻松的测量跟绘制尺寸 例如距离啊角度半径都可以活用的制定尺寸外观 单位和缩放 那这里有翻例图我们来看一下哦 那我在这里呢也简单测试一下 在工具列的选项里面 这是尺寸 那当你点下去以后呢 就会出现这个快捷键 线性尺寸 角度尺寸 镜像尺寸 工具的选项 那经过我刚刚测试以后呢 各位同学在使用之前 工具选项你们可以先点选一下 在这里呢你可以先设定 你要的单位是公分 公里 还是像素等等 在这里我会建议各位同学先选择是因为 经过我刚刚测试以后呢 我发现如果你已经标示出来的尺寸之后你想要修改呢 它是没有办法修改的哦 所以呢在这里一定要先点选你要的单位 再来呢就缩放比例 很多大尺寸会进行等比缩放 在这里呢你就可以选择你是否有等比缩放 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就可以选择1比1 精准度呢就是如果你的单位有使用到公分公里 你的包装尺寸呢有可能会出现到0.5公分啊0.6公分等等 有小数点的话就可以选择第二个 那大致上这边的选择呢各位同学可以根据自己需求去做调整 然后确定好以后呢就按下确定 那当我的滑鼠移到物件上各位同学可以看到 它会出现这个区块呢是6公分 不做任何重新秒点的动作的时候呢 按下滑鼠左键 按着不放往上拖曳 放开滑鼠左键 尺寸呢就会显示出来 那如果说你今天要量的范围呢 是这个区块 加上这个区块的话呢 首先滑鼠左键 在这个地方按下去 当你的滑鼠指标往右移动的时候可以看到 它会出现 3公分 4公分 拉到你测量的范围 假设我今天范围是要测量到这里好了 在这个地方呢也一样按下滑鼠左键 按下 这时候你的滑鼠往上移动 可以看到10公分 移动到你要的地方即可 再按下滑鼠左键点一下 尺寸就会出来 那在这里呢跟各位同学们提醒一下 我原本的尺寸设定公分 你要改成公里的话呢 经过我之前的测试 它是没有办法调整的 回到尺寸 点选工具选项 我在这里呢单位我设成公里 我按下确定 原本我设定公分的地方 它并不会更改成公里哦 但是呢你新测量的地方 它的单位会自动改成公里 所以呢就回到影片前面 我有跟各位同学们提到 当你要标记这个包装 它的尺寸标记之前呢 一定要先点选工作选项 单位部分请你先确定好 再开始进行这边的测量 那因为目前尺寸这个版本呢 还在进行测试的阶段 我相信之后一定会再更新 会再修正的更人性化 不过目前这功能 我个人觉得还蛮好用的哦 对于需要将包装设计 标记尺寸的话呢 都可以透过尺寸 来进行快速的标记 那最后提醒一点 上面标记出来的尺寸 如果你的物件突然修正 变形变小或放大 这尺寸是不会跟着修改的哦 好咯那今天就是以上 我个人对于这个新功能的 简单分享咯 如果呢各位同学对这功能 有兴趣或者是你正需要的话呢 记得更新你的版本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影片分享出去 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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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